議長國家再次來到臺灣 似乎怕被作文章 總統出訪南太卻沒造訪 吉利巴斯共和國國會議長率團訪台 總統才剛從南太訪國 卻有三國沒去 難道邦交生變 吉利巴斯允諾魯 外交人士認為邦交穩固 但總統漏了帛流 恐怕才是警訊 外交高層就說 南太六友邦有些比較調皮 被解讀再說帛流 他不好去爭取帛流 跟他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建立海外的軍事紀律 但現在沒有九二共識了 帛流是南太六國中 距離大陸最近的國家 造訪人次也最高 去年三月為例 大陸去帛流的人次居冠 是第三名的我國四倍多 觀光是帛流主要收入 難怪傳出帛流早就跟大陸沒來演去 鞏固邦交總統據傳 一月將要第四度出訪 鎖定加勒比海地區 像是海地還有之前傳出 斷交危機的多米尼加 另外則可能去拉美 像還沒造訪過的貝里斯 或造訪非洲 像布吉納法索與史瓦基蘭 去訪問多米尼加是必要的 因為多米尼加是我們在加勒比海 最重要的一個邦交國 兩岸外交戰 大陸幾乎對台灣所有邦交國 都有動作 多米尼加與海地更是積極 儘管現在多國穩住了 但就怕對方出重手 也難怪總統四度出訪傳出 必訪多米尼加 顧邦儀 記得張道友林佳元 台北報導